宇宙浩瀚而神秘 一直以来都让人们着迷 从古代的观星者 到今天的天文学家 我们对宇宙的兴趣 虚实我们探索 理解和思索它到底有多大 英国著名物理学家 布莱恩考克斯 表示说宇宙大的难以想象 但宇宙到底有多大呢 完全 impossible to imagine one's just the size and scale of it i mean in the piece of the universe we can see there are something like roughly two trillion galaxies we haven't counted them all but that's an estimate based on surveys of the local universe two trillion 2,000 billion galaxies and each galaxy is let's say around the size of the Milky Way some are bigger some are smaller but the Milky Way has 400 billion stars in it 它 takes light over 100,000 years to cross a galaxy and there are two trillion of them in the piece of the universe we can see and we're very sure that that piece that we can see is a small bit of what may be an infinite universe beyond we don't know actually and I always say you know don't get worried about that because nobody can picture it it is impossible to visualize the scale of the universe and so that's the first thing I could then list a lot of more of the things but we'll stop there for now but just the size and scale of it I think is beyond the imagination Let us follow the theory of Boulayen and Kalkhers to look at the ultimate mystery of the universe to understand the huge scale of the universe over the world, the cultural difference, and the personal belief this is the basic desire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mselves in the world the big universe gives us an important background to look at the real truth 要真正欣赏 从恒星旁边的行星鬼 到到遥远星系的一切 了解宇宙的规模和大小 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星系这样庞大的结构 宇宙几乎是无穷无尽的 每当有新的发现或技术进步 我们都离揭露宇宙规模的奥秘更近了一步 当我们开始探索 尺度大小对比的概念 这涉及到宇宙中不同天体和结构之间的相对大小和距离 当你进入这种尺度 日常生活中常用的米和公米几乎变得不可想象 所以我们要依赖天文单位这种专门的测量方法 来理解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距离 当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待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时 比例关系就变得一目了然了 地球是我们的家 对我们来说极其重要 但在整个宇宙的大格局中 它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点 然后有太阳 这颗恒星为我们的星球提供光和热 让生命得以维持 相对于地球 太阳的大小和质量都要大得多 让地球看起来就像是个小不点 地球的直径大约是12742公里 而太阳则有超过140万公里的大小 但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宇宙里有很多其他的恒星 它们的大小甚至超过了我们的太阳 有的差距之大让人几乎无法相信 这个宇宙是个大小悬殊极大的地方 我们所说的规模不仅局限于我们的太阳系 也不仅仅是关于太阳 它更是关于整个星系 像我们的银河系这样的星系 可能包含数百亿甚至更多的恒星 并且跨越数千光年的距离 宇宙由无数星系组成 每个星系都是由恒星 宇宙来描述距离 这个单位等于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 约为1.496亿公里 天文学家使用这个单位 来量化太阳系内的距离 例如从某个行星到太阳的距离 从而更准确的理解 行星之间的相对距离和大小差异 膨胀的宇宙 当我们深入研究宇宙时 很明显宇宙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存在 它不仅一直在变化 还在逐渐扩大 这一点由宇宙膨胀理论所证实 该理论强调宇宙并不是一成不变或静止的 而是处在持续的运动和扩张中 这个理念主要基于美国天文学家 埃德温 哈勃在20世纪初的开创性研究 他的工作改变了我们对宇宙结构和动态的基本认识 哈勃却是做了一些颠覆性的观察 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宇宙的理解 他发现在各个方向上 星系都在离我们越来越远 而且越远的星系移动的越快 这一现象后来被称为哈勃定律 这个发现直接推翻了之前人们普遍认为 宇宙是静态的观点 相反 他证明了宇宙其实是在扩张中 有点像一个不断膨胀的气球 那么是什么因素引发了这种宇宙扩张呢 暗物质和暗能量通常被认为是这种宇宙变化背后的主要推动力 这两种神秘的成分虽然无法直接观察 但它们在宇宙构成中起着重要作用 并对宇宙的未来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暗物质是一种神秘的物质 它不发出电磁辐射 也不与电磁辐射互动 这就意味着我们看不见它 不过它的引力影响是明确存在的 人们普遍认为暗物质占据了宇宙总物质的很大比例 并在星系和星系团的形成中发挥关键作用 相对来说暗能量更是个谜 暗能量就像一种逆引力 它不是把物体拉到一起 反而是把它们推得越来越远 这个推理让星系在相互间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远离 导致宇宙的加速膨胀 虽然暗能量的真实本质还是个大问题 但没错 它和暗物质一样是宇宙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们两者一起 形成了一种宇宙的伙伴关系 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宇宙的行为和命运 描述不断膨胀宇宙的宏伟故事时 宇宙中各元素的复杂相互作用 成为了理解其广阔性的关键 宇宙膨胀的概念在我们对宇宙及其未来理解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膨胀速率是天文学家研究的关键参数之一 如果宇宙持续按现有速度膨胀 这意味着各个星系会继续远离我们 甚至可能相隔数十一年 当这些星系移出我们可观测的范围 夜空将变得更加黑暗 一种预测宇宙膨胀未来可能的情况被称为大冰冻或热季 在这个情况下 宇宙会持续无限的膨胀 恒星最终耗尽能量 各星系逐渐疏远 整体温度逼近零度 虽然这听起来可能有些令人沮丧 但这只是多种宇宙模型中可能发生的一种结果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宇宙的规模和大小 我们需要深入研究这些令人目不暇接的宇宙距离和天体的尺度 为了真正把握宇宙的壮观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其中各个天体之间的距离 这些巨大的距离不是用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公里或英里来衡量的 相反 天文学家依赖于诸如天文单位 光年和秒差距这样的单位来导航这个浩秒的宇宙 天文单位特别用于衡量太阳系内的距离 提供了一个标准尺度 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大概是1.496亿公里 也就是一个天文单位 有了这个标准 我们就能更清晰地理解太阳系内行星之间的距离 比如火星距离太阳的平均距离大约是1.52个天文单位 这帮助我们意识到即便是相邻行星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距离 不过当我们的视野扩展到太阳系之外 光年这个单位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一个光年代表的是光在一年底以每秒大约299,792公里的速度 所能走过的距离 在这一年里光能行驶一个惊人的9.46万亿公里 这一数字突出了宇宙距离的庞大规模 光年让我们能够测量和理解恒星与星系之间的巨大距离 当我们深入研究宇宙 另一个叫做秒差距的单位也开始显得很重要 秒差距是用来描述更长星际距离的单位 约等于3.9万亿公里 这个单位让我们更容易描述星期内和星期间的距离 为了更深入的理解这些天文单位 我们可以考虑这些庞大的距离是如何影响我们对宇宙的认知的 因为光速有限 当我们观察天体时 我们通常看到的是它们过去的状态 这引出了一个有趣的概念 叫做观测延迟 比如 当我们看太阳时 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大约8分钟20秒前的太阳 因为太阳发出的光 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才能穿越1.496亿公里的距离 从太阳到达地球 同样的 当我们凝视月球时 我们看到的月亮实际上是大约1.28秒前的样子 当我们观察更远的天体时 这种观测延迟会更为显著 例如 当我们观察到离太阳系最近的恒星比林星时 我们看到的是大约4.22年前的状态 因为从这颗恒星发出的光需要4.22年才能抵达地球 再比如 当我们用望远镜观察最近的大型星系 仙女座星系时 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大约250万年前的样子 由于仙女座星系和我们之间 有着约250万光年的巨大距离 这种观测延迟增加了我们理解宇宙大小和规模的复杂性 这也清晰地表明 我们对宇宙的观察其实是一种对过去的了解 反映了当初那些现在到达我们的光线发出时的天体状态 为了从更直观的角度理解这些令人震惊的宇宙距离 我们可以用一个类比来考虑 如果我们把庞大的宇宙缩小到一米代表地球直径的规模 那么我们最近的邻居天体 月球和太阳仍然会相当遥远 在这个比例下 月球的距离会超过30米 而太阳的距离则会达到令人惊讶的139米 甚至离我们最近的恒星比林星 在这个缩小比例下 距离我们这个一米直径的地球也会有超过4220公里 这样的比较突出了星际和星系间距离的庞大规模 并提醒我们宇宙的尺度远超过我们日常经验的范围 这些天文数字挑战了我们对宇宙距离真实大小的理解能力 宇宙奇迹极其尺度 尽管宇宙辽阔无垠 但它绝非仅是一片荒芜的空间 它充满了各种令人震撼的宇宙器官 每一个都拥有难以置信的规模 这次宇宙之旅让我们直面了许多令人费解但极为壮观的天体现象 这些宇宙奇观是由超乎我们地球经验的天文过程和力量所塑造的 下面我们将深入探讨其中一些令人惊叹的现象和它们的广泛分布 其中大质量恒星是宇宙中最巨大的实体之一 这些庞大的恒星不仅比我们的太阳要大得多 而且质量也更为庞大 可说是宇宙中的巨人 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参速寺 一颗位于猎户座内的红色超巨星 参速寺的质量如此巨大 以至于如果你把它放在太阳系的中心 它的体积将会超过木星轨道 这些巨星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宇宙中有着各种各样 令人目不暇接的大小和规模 黑洞这些神秘而黑暗的宇宙实体 代表了规模的另一个极端 这些特殊的时空区域拥有如此强大的引力 以至于任何物体包括光都不能从它们那里逃脱 黑洞的大小通常是由其世界世界来定义的 这个世界是一个一旦物体跨过就无法返回的边界 黑洞的直径可以从几公里到数百万公里不等 这主要取决于它们的质量 而星系则是更为庞大的结构 它们包含了从数十亿到数万亿颗恒星 还有气体尘埃和暗物质 我们所在的星系也就是银河系横跨了大约十万光年 但这仅仅是可观测于宙中无数星系中的一个例子 最大的星系被称为距椭圆星系 其直径可以超过一百万光年 在星系内部 你会看到各种规模和形状的宇宙结构 从星团和星云到行星系统和超大质量黑洞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 超星系团是目前已知的宇宙中最大的结构 这些庞大的星系团覆盖了从我们的银河系到其他星系的距离 横跨数亿光年 例如 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拥有巨大的范围 将数千颗星系吸引到其引力场中 即使在这些星系和超星系团的规模中 宇宙的复杂性和细节仍然令人惊叹 星团 比如球状星团和开放星团 由数千颗由重力相互束缚的恒星组成 星云是由气体和尘埃构成的孕育式 恒星在这里诞生和最终消亡 猎狐座星云 位于猎狐座是这一点的著名例子 其直径超过24光年 尽管这些结构在整个宇宙尺度上相对较小 但从地球的视角来看 它们仍然是庞大的 宇宙不仅在空间上是无限广阔的 它也在各种形态的能量方面表现出多样性 例如脉冲星 这些是经历过超新星爆炸的大质量恒星的残骸 它们发出强力的辐射数 包括X射线和伽玛射线 这些紧凑的天体通常不比一个城市还大 但它们能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旋转 并产生强力的磁场 另一方面 卫星体是由位于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驱动的 它们是宇宙中最明亮的物体之一 发出大量高能辐射 令人震惊的是 卫星体的能量输出 有时甚至可以暂时超过整个星系的能量输出 它们不仅是天文器官 还对我们对宇宙的理解具有重大意义 研究这些现象有助于我们揭示宇宙的基本规律和作用力 这些宇宙器官的规模和特性为我们了解时空 引力和宇宙演化提供了宝贵的见解 这些庞大的天体挑战了我们的认知 并激发了我们的好奇心 它们让我们意识到 宇宙的尺度远远超出了我们日常经验的范围 当我们探索宇宙的巨大尺度和器官时 思考我们在这片无垠的宇宙中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地球我们的家占据了天文等级中的一个特定位置 它绕太阳运行 而太阳又是银河系的一部分 银河系是由恒星和尘埃 以及暗物质组成的巨大结构 直径约为十万光年 我们的太阳仅仅是银河系中 大约2000亿颗恒星中的一颗 而银河系则是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的一部分 这个超星系团包含数千个星系 这个超星系团只是可观测宇宙中数不清的超星系团之一 它们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相互连接的网络 其中各个星系通过引力相互联系 理解我们在这个层次结构中的位置 有助于我们领略宇宙的巨大尺度 恒星和星系之间的庞大距离凸显了我们的地球 在整个宇宙中的孤独地位 我们对宇宙的理解不仅限于空间 时间也同样重要 据估计 宇宙已经有大约138亿年的历史 并经历了多次重大变化和转折 为了更形象的理解这一时间段 如果我们将整个宇宙的历史压缩成一年 那么地球会在9月5日形成 而第一个人类是在12月31日出现 这个深度时间或广阔的宇宙时间尺度的概念 挑战了我们的直观认知 它鼓励我们思考难以想象的宇宙年龄 恒星的诞生和死亡以及星系的演变 几十亿年的历史 让我们意识到人类存在的短暂性 以及我们在宇宙历史中的相对微不足道 在这个浩渺的宇宙中 地球是一处独特而珍贵的绿洲 它是迄今为止 我们知道的唯一富饶生命的地方 其生物多样性 从微小的生物体到复杂的生态系统 经历了数十亿年的演变 地球在太阳系中处于一个适宜居住的区域 拥有生命所需的适当条件 移居地带的概念 地球的位置非常关键 它处于恒星周围最适宜液态水存在的区域 这个区域对生命至关重要 因为水是地球生命的基础和关键成分 这一点提醒我们 地球在宇宙中是一颗稀有的宝石 探索宇宙的尺度和奇观 激发了人类对探险和认识的热情 我们对宇宙 其起源以及地球以外 可能存在的生命的好奇心 推动我们去寻求重要问题的答案 这种探索不仅居限于专业的天文学家 也延伸到业余观星者 太空爱好者和整个人类的想象力 哈勃太空望远镜 火星探测器和詹姆斯 微博太空望远镜等科学任务和天文观测设备 在扩充我们对宇宙认识方面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些设备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宇宙 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宇宙大小 规模和历史的新见解 人类天生的好奇心和对未知的渴望 已带来了重大的科学发现 从了解大爆炸到探测遥远的 恒星系统中的系外星星 这些新发现不断地重塑我们对宇宙 以及我们在其中角色的理解 当我们结束对宇宙尺度和规模的探索时 采取一个宇宙视角变得非常重要 这种视角让我们充满了惊奇和谦逊 这种视角提醒我们 我们是这个巨大而令人敬畏的宇宙中的一部分 宇宙的规模 距离和奇迹并不是用来贬低我们的重要性 而是用来增强我们对存在本身奇迹的欣赏 我们是宇宙体验自己的一种方式 一个具有意识和好奇心的物种 从地球出发去探索宇宙 我们对理解的追求和对宇宙的探索 展示了人类存在的非凡特质 在这个浩渺的宇宙舞台上 地球就像是一个生命的绿洲 在这个广袤而寂寥的宇宙中 独一无二 这个事实提醒我们 保护和维护地球 这个我们唯一已知的家 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宇宙视角鼓励我们欣赏宇宙的壮观 并对我们与这个小蓝点上 所有生命之间的密切联系 感到深深的尊重 总的来说 我们的宇宙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它不仅仅局限于我们所处的星系和星系团 还包括了无数的天体和现象 这些天体和现象不断地在宇宙中运动和演化 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宇宙网 虽然我们无法完全认知宇宙的大小和结构 但是我们可以不断地探索和研究它 以更好地了解我们所处的宇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